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Buff Pro 欢迎收看我才是真宝米 刚刚这个效果我是用3刚刚发布不久的3T电动桌面遥控小脚架完成的 没错 就是它 别看这玩意的小使用起来是真的特别爽 有多爽呢 就好比你拍摄的时候发现三脚架快转版不见了 开始录制的时候发现储存卡忘记拿了 拍摄完后发现录制键按反了 经历过刚刚这些瞬间的朋友有多么不爽应该不用我多说 所以你有多么不爽这个3T耳小脚架就可以让你有多爽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这种类似于储存卡快转版这种小伸手 就会发挥大多种的东西 首先这个小玩意让我最爽的就是它可以让我的手动定胶镜头 实现一个电动变胶效果 你只要打开相机的一个原生栏牙配对连接 它可以通过一个变胶推杆来实现操控 虽然他们官方目前显示仅只是这种具有电动变胶功能的一个镜头 和这种内对胶式的一个镜头来使用 显然我作为一名专业的一个up主 一名热爱手动镜头的up主 我肯定是不会用这种镜头来拍摄视频的 所以这就有点尴尬了 那如何让我的手动镜头实现一个自动变胶的效果呢 见到这个问题困惑我的时候 有种不停地把握这个设备 然后我发现只要在相机菜单栏变胶设置里 设置成一个仅数字变胶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手动镜头就一样可以完成一个平稳流畅的一个自动变胶效果 那拍摄的所谓什么西区科科变胶效果就更容易了 当然这里得说一下什么是一个数字变胶 数字变胶就是通过一个机器本身一个软件来模拟一个放大缩小的一个变胶的效果 实际上它的一个内部变胶镜组是没有动的 光学对焦就是它通过一个物理光学的手动改变焦段 也就是说改变它一个变胶镜组的一个运动来实现一个变胶 虽然数字变胶会稍微影响你的一个画质成像 但是这一点影响其实对于我们日常拍摄的时候是几乎微乎其微的 我刚才还说了一句废话 毕竟它能让我一个手动镜头实现一个平稳的一个变胶效果已经非常棒了 要不然我每次拍摄的时候一个画面 然后就跟帕金森一样抖的不行 所以你知道手动镜头是不带防抖功能的 好了终于说了让我最爽的一个功能 我再说了它一些小细节让我用起来也非常舒服的地方 首先它是一个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除了这个可拆卸的一个遥控器以外 相比其他同类产品呢 它有着一个更舒适的一个卧室手感 加上可任意角度调整一个万象云台 和任意角度都可以装配的正方形快装板设计 使用起来真的是游刃有余 除了放置桌面使用以外 我们拿起来还相当于一个自拍手柄 或者是一个蹄虎来使用 等于它的一个蓝牙连接功能呢 每次我们只要通过手柄处的一个遥控按钮 就可以实现一个单手拍照或者是录制的一个功能 或者是你可以取下遥控器 在户外我们随便把机位和脚架放在一个平台上 就可以实现一个远距离录制的一个Vlog 并不用来来回回的按开关一个录制键 另外手柄侧方它还留有一个四分之一的螺丝孔 可以装配怪手等辅助设备来组成一道系统的拍摄设备方案 此外的还有两个贴心的小设计 就是在脚架底部它有一个防滑功能的橡胶垫 此外它的一个内置的还有一个磁吸设计 更予于脚架的一个收纳不易散开 还有个细节我忘记说了 就是针对一些没有蓝牙功能的相机 它依旧可以通过隐藏在手柄内处的一个蓝牙发射器 也是可以实现一个蓝牙连接的 我们只要取下它一个内插式的一个发射器 然后插在我们的相机上 完成蓝牙一个配对连接就可以了 它不仅适用于索尼加拿大部分机型 甚至部分的GoPro它也是一样可以操控的 这里适配的机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些细节是不是非常贴心 其实一个产品的使用体验好换呢 就在于这些细节做的是否到位 不得不说Siri它们产品还是做的比较细致的 其实如果它们产品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它们家的产品确实是非常不错 尤其是那一套变形宽约屋电影镜头 想必大家都可能都听过或者是见过玩过 希望日后有机会介绍 给大家玩一玩分享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赞发投币点赞加关注 这些阵子对我非常重要 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